欢迎来到围棋月月秀第四集 因为近年来呢 有很多企业都引进AI 作为一个超强力的工作伙伴 今天要从期刊文章 当AI进入政府 公共行政理论对AI运用的反思作为起点 那我们请高维棋老师 带我们大家看这个趋势 还有对大家的影响 我们欢迎高维棋老师 哈喽大家 今天看的那一篇呢 算是蛮新的文章 那是我之前的教授 和其他国内知名大学教授和谐的 算是台湾就AI和公共行政 讨论最完整的一篇 所以就用这一集的机会呢 从那篇文章 顺便跟大家讨论一下 目前最红的AI科技 跟我们公共行政的关系 那我们先请高维棋老师 先简单介绍一下 电子技术和政府的互动关系 要谈这个电子技术和政府 我们要回到整个人类的大脉络 首先第一个要先跟大家谈一下什么呢 就是四次的工业革命 这怎么会扯那么远呢 一开始人类会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动物 第一个关键是我们学会使用什么呢 机械 机械之后呢 第二次的工业革命是什么呢 我们会用电 所以有电之后人力节省很多 再来呢是开始进到这个自动化 用电器人还要在旁边过 那自动化机器自己在那边做 后来呢工业革命4.0 它除了自动之外 它还有一点智慧 所以那个叫智能 所以现在很多智能家电嘛 从自动家电变智能家电 那现在有人说可能会有这个工业革命5.0 大概就是什么呢 人机合作啦 未来的世代机器和人怎么样去合作 这也许是所谓的第5次工业革命 那从这个5次的发展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目前在谈的 不管是大数据啊 AI啊等等之类的 这样子一个脉络 大概就是落在从自动到智能的这个阶段 跟政府的什么关系呢 科技在发展嘛 那政府当然一方面要去面对这个科技发展的社会 那二方面政府也可以运用这些科技的技术 来去让它的治理变得更好做 所以第二部分呢 你的课本应该会有在谈 我们目前政府呢所做的历次的电子化政府的改革 或是电子化政府的5个阶段啊 不一定是改革 它就是一个连续的进程 最早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我跟你说我们就是那个电子政府的时代 因为电子政府出来的时候 刚好是我们出生的那个时候 不知道在有没有不小心透露年龄 好那所以在大概是2000年以前啊 就是阿扁当选总统之前呢 那个叫做最一开始的阶段 在那个萌芽期的过程当中 主要政府的功能就是在准备一些硬体的设施 因为原本没有嘛 他要开始做一些硬体的 那个2000年之后进到所谓的第二阶段 我们已经把一些基础的建设它弄好之后呢 开始把这个电子服务的东西带到政府当中 到了第三阶段呢 扩大运用 整合政府的服务 然后让整个行政流程更简化 这个是第三阶段 到了这个第四阶段呢 大概是2008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开始把Web 2.0拿进来 那说Web 2.0跟Web 1.0差在哪边呢 Web 1.0是单项 那Web 2.0呢是双项的 大家现在留言互嗆啊互骂啊 那个就是Web 2.0才有技术啊 如果是Web 1.0呢 我骂你 诶 不好意思然后你就不能回我 整个社群网路开始运作 今天大家看到这个蓬勃的运用 就是2.0那时候开始的 那说2.0那个时间点大概是2008年 那还有一个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第一支iPhone第一代 就是2007年出现了 所以差不多0708年的时候 所谓智慧型手机啦 然后加上Web 2.0 大家可以在网路上面去做双项 甚至多项的互动 政府跟人民的关系 也可以用这个Web 2.0有更多元的互动 到了后来呢 我们大概是第四阶段过完之后 在2017年开始进到了所谓的第五阶段 政府呢把它叫做服务型智慧政府啦 那什么叫服务型智慧政府呢 就是扩大运用这个电子科技的技术 那一方面是把我们的资讯 更加的公开透明 那二方面呢 是能够让这个 卫民服务上面 运用电子科技呢 更加的方便 最后就是透过这个电子科技帮助政府 在一些决策啦 或一些事情的分析上面的能够做得更好 那目前呢 从2021年开始到2025 政府呢把它定义为是这个 服务型智慧政府2.0 它没有叫第六阶段2.0 就是继续延伸前面1.0的这个计划 然后扩大了去运用 包含资讯的持续的开放啊 然后加速的运用啊 结合民间的力量啊 让整个资讯 还有我们的这些资料等等的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挥 运用在政府的治理上面 所以简单讲 这是从一个我们第一个环节讲的五次的 或是四次的工业革命 和政府如何运用这个最后的两次 或者是智能时代的来临 把它应用到政府的治理当中 所以这是大概整个脉络 大家要先了解 那我们再来讨论2023的当下 我们政府和电子的这个之间的关系 那这边想要继续请问老师的是 人工智慧走进政府机关 真的可以帮我们增进公共价值吗 这个公共价值非常重要 因为你们的行政学呢 第一课就是在教什么叫做公共性和公共价值 因为整个行政学的核心就是这个 你把这个抽掉行政学就瓦解了 既然行政学的核心在讨论公共价值 那行政学在谈政府嘛 我们刚才有讲到电子政府 就是政府把电子技术拿来运用嘛 所以这电子技术运用在政府 到底有没有增进公共性、公共价值 或者是公共福祉 或者有人说公共利益呢 这个第一个问题就考大家了 什么叫做公共性或公共利益呢 老考题 不同的版本很多啦 我想大家手边有不同的答案 但是我这边简单的讲 什么叫做公共性 那我们再看电子的这个技术 能不能帮助政府增进公共性 那首先呢就政府本身两个价值 第一个呢叫做效率性 第二个叫做专业性 就效率性来讲呢 过去人要自己弄的 有电器了嘛 后来他会自动了嘛 现在还智能了 所以就效率来讲 不管是电子或者现在的AI技术 确实在效率上帮助政府很多 过去公文盖一盖还要记啊 记到可能其他单位在那边跑那个流程啊 现在email发出去 电子公文点一点就出去了 第一个就公共性的效率面向来讲 的确是有点帮助的 第二个就专业面向来讲呢 过去政府要请好多的这个专家学者 那你人是有限的 我一天顶多看五六篇论文我就挂了 那么现在假定说 如果AI够聪明的话 全世界各种语言的论文 它全部都有办法看完之后给你一点回馈 所以就专业性上面来讲 第一个层面呢 它的确是有机会去强化我们政府的专业性 因为人终究是有限的 那他可以读很多很多的资料 给我们一起回馈 但是二方面呢 这个人和机器终究是有点落差 虽然机器可以看很多的文献资料 但是专家 他之所以是专家 除了他看的东西多之外 还有他的经验累积 某种程度上这个机器不一定做得到 所以就专业性上面来讲呢 有好有坏 这是政府本身 政府对民众要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呢是要做政策 政策要有回应性和公平性嘛 那就公平性来讲 好处是什么呢 机器它不带人性 不会有这个政党立场 假设啦 机器协助我们做这个决策 应该是去人性化的 韦伯最喜欢讲 在去人性化之下 也许是可以很公平 因为是机器照着它的这个模式来分的 这是好的面相 这边先提一下 等一下我们也会再谈到 就是说 那这个AI或者是这个机器 在做政策的决策 或协助我们做政策分析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潜在的风险 是它可能会去放大 我们既有的社会的偏见 举个例子啊 因为现在选举期间比较敏感 举美国的例子 就是美国它这个可能机器学习啊 或AI它去读好多好多的 这个政府过去的一些案例 但是呢这个案例当中呢 潜移默化之间是代表着一种 白人的思维白人的立场 那AI它就是把它全部看完之后呢 变成它自己机器学习的内容 然后再把它output 给那些官僚啊 或者是那些官员 潜移默化当中 它其实是吸纳了什么呢 以白人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思维 那吐出来的决策或建议 就放大了这样的一个社会潜在性 也许人自己没感觉 这样的一个社会的偏见 所以就公平性之间上面呢 好处当然是说它非人性化 但坏处是因为它的机制 它的逻辑 有可能进一步去放大 人群社会当中的偏见偏物 对特定的族群呢 也许就不是那么公平 假设在台湾的情况啊 我们是一个汉人本位的 所以当机器去看了很多资料 那个都是汉人本位的东西 那理所当然它吐出来的东西 也许对于可能少数的族群 原住民族啦 或者是这些新住民少数的族群 也许就是带着汉人的视角 或汉人的这个思维 这样到底是不是公平的呢 这是它比较负面的部分 好那另外一个回应性的部分呢 目前呢 大家是觉得说 就回应性这个项目上面 机器它可以马上回复你 有时候人在忙嘛 没办法回复嘛 机器半夜可以上班啦 所以第一个它可以立即 这叫迅速的回应 第二个呢 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需求 所以它也可以针对你的需求 客制化去服务你 所以就整个回应性上面来讲 目前啊 文献上面认为 机器的道士还不错 可以快速的帮民众做服务 那我们现在谈完政府内部的 这个效率性专业性 然后政府对民众的 回应性和公平性之后 最后我们再回过头来 那民众对政府有透明性 和克责性的要求 那这个呢 表现就不好 因为AI它的这个运算啊 它是一个 Black Box黑盒子 黑箱子 那大家听到黑箱就很紧张啦 机器它怎么样得出这个结论的 我不晓得 因为现在的这个机器学习啊 就是我喂给它一堆资料之后 它自己去跑跑跑跑 跑出一个结论给我 那跟过去我设定一个公式 然后呢 你在资讯input给我 根据这个公式算出来一个结论 这个逻辑是不太一样的 换句话说 究竟这个机器怎么搞出这个结论的 那我们其实是不晓得的 所以就透明性上面呢 到底怎么角色出来的 它有非常大的质疑 那就克责性上面呢 机器做了决定 万一这个决定弄下去之后做得不好 我可以把机器叫到立法院去骂吗 好像没办法 可以叫机器下台吗 或是你要把它砸烂吗 或是把它插头拔掉吗 有点困难 克责呢 在公共行政非常的重要 它也是整个公共性的核心之一 所以这个机器做决定 它决定到什么程度 它能够为这个决定负责 还是最后还是要找一个活的人出来负责 克责性的这个正义 是目前在学界上面 讨论AI和政府关系最核心的部分 公共性或公共价值 它面向很广 那我这边呢 用最简单的方式分析给大家听 目前学界就这些面向的讨论 应该算是蛮清楚的 就希望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想法 也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因为目前呢 这个都是学界正在热烈讨论中的主题 我们目前司法机关 是有导入AI的系统来 写那个判决说 对写那个在协助良心的部分 那针对透明性跟克责性的部分 老师会期待或希望说 司法院将运用的结果跟过程 做一个分析跟报告 然后要定期的来发布这些数据 作为一个透明性跟克责性的义务吗 这边很有趣一个十四议题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司法院动得很快 安静把这个AI的技术呢 弄到帮助法官啊 写这个判决书嘛 所以法官就不用爆肝了 那这边就涉及到AI应用的层次的问题 写判决书是法官已经判完了之后 他把这些重要的焦点输入进去 请他帮我组织起来 变成一篇判决文嘛 这是一个层次喔 另外层次是呢 之后呢也没有活人法官 是用机器来去判定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犯 所以是两回事 所以我们要先把它拆开来谈 因为有时候大家乱掉的时候会 因为这个事情上面有不一样的结论 那假设今天还是以人为判断 那这时候机器的功能只是 就法官的裁决的结果 还有根据一些事实 那把这些东西喂给AI之后 AI去把我写出一篇判决文 AI他可以写一些新闻啊 甚至他可以播报新闻啊 那为什么他可以呢 因为很简单 他就去读了几千万篇的新闻 就他大概知道那个新闻的逻辑 接着你就把一些事实喂给他 例如说 雅锦赛有这个 台湾对和日本对 然后几局谁干嘛谁干嘛 去串成一篇文章 这个是目前已经非常成熟的技术 那所以就判决的这个撰写上面 我想这个是运用他最基础的部分 就把一些事实的东西 串成一篇合理的文章 这个呢相对来讲 争议性比较没有那么大 那你说刚刚讲到的 克责性和透明性 那个是他做的这个决定会影响到 攸关人民生死 或攸关人民权利的 那我们就需要他透明 透明我们才能够去克责 那因为他现在没有在做审判 审判已经结束了 他只是帮忙把这些东西 串成一篇文章啦 所以相对来讲 没有什么影响性嘛 因为他写好写坏 都不影响那个人 不会说我法官判他三年 结果机器写一写 之后突然把他变成 关十二年 那这样就不行 虽然这个比较偏向技术性 那对他的这个 克责和透明性的要求 会相对于 直接影响人民权利的部分 要在低一点 司法院做的这个尝试 也是非常有趣 那等到适用一定期间 也许之后政府的新闻稿 我不需要什么新闻发言人 就全部都用这个AI 就可以帮忙处理 就可以节省非常多的人力 那我们想请老师 再来跟我们举例一下 AI到底会怎么协助政府 来做数位转型 我们就顺着刚刚谈到的 那个主题 AI它怎么样去 介入到我们的政府当中呢 大家在行政学 也会学到一个关键的概念 叫做官僚 或是所谓的 street level bureaucracy 基层官僚 那这个基层官僚 最核心的部分呢 是因为我们有 裁量权这件事情 因为法条是写在那边 但是我们要case by case 去做裁量 那现在AI在讨论呢 就怎么样协助政府 重点就是在 这个裁量权的这件事情上面 如果他只是帮我们写文章 这个都还好 因为决策是人在做的嘛 那像万一这个裁量权 机器也可以介入的时候 那介入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从我们一开始 谈到那篇文章里面 来跟大家简单的讨论一下 那简单分成裁量权 比较低中和高度裁量权的部分 那首先低度裁量权 就是例行性的事物啦 像刚刚谈到的 写写这个文字啦 或者是每天都要做一些 例行的工作 那这个就交给机器去做 没问题 那人就可以省下非常多的时间 因为这本身就是 重复性很高嘛 而且呢 事情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明确 没什么需要去动用这个裁量权的 那接着呢 是中度的 就是他开始需要一点人为的判断 那这个时候 AI对于政府的意义就是说 他可以协助我们 支撑我们 去做一些决策 有时候人可能 没办法关注那么多 那针对这种中度裁量权的事情呢 也许机器就可以协助我们 那背后有一些比较好的理论基础 或者是这个我们说 巡政的政策 那个证据要怎么来 那机器可以提供我们 在这些资料上面的整理和判断 那最后呢 高度裁量权呢 主要是应用在这个问题 非常的复杂 你也掌握不太清楚 那瞬息万变的时候 那像那篇文章谈到 气象的资讯啊 一大堆啊 你要人为判读不小 判读到什么时候啊 运用这个AI的技术呢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 在这种非常混乱的时候呢 梳理一下那个资讯 那帮助我们最后 在做决策的时候 可以更加的 把品质提升 所以大概可以从这个 裁量权低中高 那另外一个就是 涉及个人层面啊 或者是整个公共层面 来去讨论 文章里面呢 有一非常漂亮的图片 大家可以按暂停 来看一下说 那具体 这个AI在应用上面 可以怎么样子 进到我们的政府 的数位转型 和实际公务员 在裁量权运用上面的 协助或者是辅助 这样子 那这边想要继续 请教老师的是 我们自己在玩 CHAT GPT的时候 会发现啊 答案不一定正确 而且也会因为 大数据学到 不当的立场 如果人工智会 走进政府机关 会不会有一些 负面的影响呢 好 我们简化这个问题哦 如果要出国考的考题 标准的考法就是 请问AI的应用 对政府行政 可能造成的冲击 好 我们假定我们把 刚刚那个问题 浓缩成这个样子来回答 那大概可以怎么样讨论呢 第一个我从个人的面向 和集体的面向来讨论 那首先个人的面向 第一个一定会涉及到什么呢 隐私权的问题 像我们这个健保资料啊 如果之后把AI导入到 我们健保困当中 你过去的看病就一记录 那些机器就知道了 有些人就很介意嘛 所以第一个是隐私权 电子政府啊 从一开始就有这个隐私权的问题 好 第二个更进一步的 谁拥有这些数据 像我们现在在用Facebook啦 IG啦等等之类的 还是YouTube 都在卖数据给这些公司 登山鞋然后再来随便划 全部都是登山鞋的广告 所以如果政府要运用的话 谁拥有这个数据 是政府拥有吗 政府可以拥有吗 或者是呢 数据公司 它凭什么拥有 你说我跟Facebook 那是我们私人兼入 你请我愿 但是政府不一样啊 因为政府它为有公权力嘛 这个政治学上面也谈到 如果政府 为有人民那么多的资讯 的所有权 政府有权力所有吗 或是我作为人民 我可以要求政府 不可以掌握我的 某一些数据 好 当然是政府说 我掌握你这数据 我可以提供你服务啊 例如说我有你所有的健保资料 那我就知道说 啊你最近又要做什么检查咯 又有什么服务咯 但是坏处想的话呢 你身上有什么毛病 政府都晓得耶 然后就会变成什么呢 George Orwell在谈 那个Big Brother is always watching you 你看看我们这个 一海之隔的那个国家 就知道啊 有时候政府掌握你太多数据 也不是一件好事啊 好 那最后呢 就是还是有这个数位落差的问题啦 虽然AI的应用很好 但是有一些偏向 或者是老人 他比较不会的话 像疫情的时间 所有的政府服务很多都线上 问题是老人家不会用啊 那对于这些老人家 不是等于 变相的排除在这个服务之外吗 所以就个人面向 隐私权 数据所有权 数位落差这三个面向呢 可以当作是 就个人面向AI的冲击 那就整个公共的面向来讲 或是公共利益的面向 第一个刚才已经谈过 AI的运作可能会去扩大 社会既有的偏见 对于少数或者是特定族群 不一定会有那么友善 如果政府完全听信AI的话 好 那第二个呢是 因为AI有可能会扩大 我们既有的社会的偏见 或者是呢 那个设计者本身 他也会有一些偏误 有一些bias存在 那这样运作下去呢 他会扩大这样的一个偏误 那进一步会导致我们的民主 或者是多元社会 可能会面临到一定的冲击 例如说最近的这个尾巴冲突 那就涉及到宗教和族群之间嘛 那如果你用这个AI下去跑的话 有可能就会进一步的导致 这个社会对立的可能性 这也不一定是好事 所以就有一些这个阴谋论呢 就是说这个机器人要怎么样瓦解人类社会 就放一堆假消息 人类就互相逗来逗去 最后人类就把自己逗夸 所以这是第二个 好那第三个呢 刚刚也谈过了 怎么样去克责 万一机器做了决定 最后弄出来不好 我把机器叫来立法院骂吗 或是把电拔掉吗 到底谁要负责 政府敢负责吗 政府说那是机器做决定啊 这延伸到一个小主题 我们在谈现在公司协力就有一个克责的问题 一件事情过去政府自己做 错了就骂政府 现在政府和民间一起做 像大巨蛋漏水 我是要骂远雄还是要骂台北市政府 那之后呢 更复杂的 连AI都进来了 到底政府要负责 还是机器人要负责 远雄至少还找得到人 那机器到底要找谁 那再来就是这个服务进来之后呢 人和人之间的人际互动会受到影响 那过去你政府洽工去有实际的人嘛 以后搞不好整个政府里面全部都是机器人 那会影响到人和人的社会互动 那想经过这次疫情 大家有明显感受到这个人际互动 受到的这个影响和这个改变 那最后呢 文章谈到说 有这个错误的安全感 我们就信任机器嘛 觉得机器给我这个数据 我就信得过他 不一定哦 有时候机器给你错误的资讯 你反而太信任他 就是这个错误的安全感 会导致你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所以这就是公共利益的面向上面 刚才也谈到了 它可能会放大社会既有的偏误啦 它可能对多元民主的这个社会产生冲击啦 它可能有克责上的问题啦 然后呢 它可能会有这一个人际互动上面的改变 和这个错误的安全感 导致实际上面运作出现问题 这个是AI在政府运用上面 可能的负面影响 那这边想帮同学问一下 就是网路上有说 用Chap GPT来练习国考 那老师推荐吗 会不会有 刚才老师说的 错误的安全感发生 对 这个我自己试过 因为我那时候网路上面看到有人说 Chap GPT 你就把国考的题目行政学位给它啊 然后它就可以帮你写一篇理大 所以各位同学 以后不用再买解题书 也不用买什么考题班了 全部叫Chap GPT帮你写 目前啊 我未来不敢讲 2023年的现在Chap GPT 它呢 就是去抓了一堆资料之后 output给你 它本身没有判断什么 是非对错的能力啦 所以要像我们本身对行政学很熟的 我们就可以判断它写出来的东西 哪边可以用哪边不能用 它有时候会东臭西臭呢 你不信的话就问它说 给我三首维迪安最好听的音乐 结果它给你的是阿妹的啦 给你的是周华健的啦 因为它就是去乱臭嘛 它自己也不晓得 反正它就是从这个资料码里面 拼拼臭臭弄出来 那个过程也是黑盒子 你也不晓得啦 结果2023现在的Chap GPT的技术 还没办法明辨是非 换句话说呢 你要学它的写文章 它的思考逻辑是很清晰的 像刚才谈到它可以写判例 所以它写的文章呢 基本上不会有文法错误 但是内容正确性上面呢 现在是打一个大问号 除非你程度很好 不然的话呢 你不要全相信Chap GPT给你的东西 但是你可以学什么呢 学它怎么样写出一篇 用词正确 逻辑正确 架构清晰 就学那个格式的部分 学它怎么样写文章就行了 那许多产业的员工都会担心啊 AI会压缩到自己的就业市场 那老师觉得它对公务人员 会有这样的影响吗 现在在谈这个 AI对工部门的影响 那很多人就危言耸听啊 你看啊 现在电脑都可以做得到 这些公务员啊 以后全部都不需要你们的 但是这是错误的 现在正确的讨论方向该是什么呢 AI出来之后 不是把公务员拆掉 我们要拆掉的是公务员既有的工作内容 我们人不换掉 但是你的工作要改变 例如说过去的 我在柜台 你要申请资料 我的工作是要帮你盖章 帮你做审核 那未来AI够聪明之后 换成电脑来帮你审核 但是我不会被消失掉啊 我在旁边做协助的工作 例如说我要怎么样跟机器合作 把这个事情办好 如果是例行性的事情呢 那就交给机器去做 我就不用浪费人力成本来做这件事情 人呢就要去做其他 例如说协助民众使用啊 或者是解释这个法规啊 有一派啊 所以比较偏向情绪劳动的部分啊 所以之后呢 这些routine的事情交给机器 也许公务员他不会被裁掉 但是他的工作内容会转换 这个可能要问何老师啦 策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要怎么样去跟我们的AI去做结合呢 就是涉及到人员怎么样去招募啦 之后公务员的培训也许都不一样 以后呢要学习怎么跟机器合作 不是现在这些八股的东西啊 所以第一个问题 会不会让公务员都被裁掉 结论是不太可能 那我们的第二个结论是说 未来人还留着 但是人的工作会转换 那第三个呢 就是前景到底是如何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紧张 维里安静预示我们啦 慢慢等慢慢等 等什么呢 等改革的呼声啊 慢慢等 等到大家都退休了 耐心等什么呢 耐心等AI的到来 政府的改革不会那么快 尤其是这个AI的东西 政府要依法行政 依法都还没修 你进来之后 有可能会对公务员 产生太大影响吗 有限 结论就是大家不用太紧张 方向上面 不会被裁员 但是会让工作内容 有非常大的改变 具体就还是要时间 因为大家都知道 政府的动力 非常的非常的慢了 那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这个关注啊 也许政府不动 但是我们民间已经动起来了 那你不跟上的话 你可能还是会落后很多啦 好 这个是针对这一题 我们可以简短跟大家讨论的地方 那旧老师的想法啊 就是AI在工部门应用 我们应该要注意哪些东西 那又要怎样才能推动成功呢 那这一题呢 非常有趣 各位同学 你们可以搭配行政学 在谈组织革新 组织革新 大家的课本 都会写要怎么样推动 组织改革 政府再造嘛 这个是一体两面的 所以你可以从那边 借一些概念过来 好 那所以刚刚的问题是说 如何让AI成功的 在政府里面做推动或革新 好 那我们简单从几个面向 第一个呢 从事情的面向 这是文章里面和现在文献所讨论 政府在运用AI的时候 应该是要问题导向的 去做运用 现在很多都是为用而用啊 像现在大家数位化教学 我有这个教学的需求 我有这个问题 那机器可以 或是AI可以帮助我 变得更好 那我才去用 而不是为用而用 我明明坐在这边讲就好了 故意后面就要弄一个 很炫的什么电子 然后硬要发什么 iPad给同学用啊 那这个问题在目前的政府 我自己观察非常严重 像这个前几年 书发布成立之后呢 这个很多县市政府啊 像是这个某购物捷市啊 搞了这个数位局嘛 数位局刚成立之后呢 里面就只有人事会计进驻啦 那个后面根本就空壳子啊 问题是他挂牌啦 因为他要宣誓啊 各位我们跟上时代 我们有这个数位局哦 你说啊这样怎么办呢 要KPI啊 所以就发一堆奇奇怪怪问卷啊 调查你有没有用这个中国货啦 调查人员有没有休克啦 指定说你都要参加什么研习啊 开始发这个问卷给各机关啊 造成很大的困扰 这就是为做而做 不能这样子 要有问题导向 你有什么样的需求 机器可以怎么样帮你 你再去用 这是第一个事情的部分 那第二个呢 还是回到传统电子政府谈到的 你要有效的运用这个AI或电子技术 我们的格式要统一 你不能一下Word 挡一下PDF 挡一下什么什么党 然后乱七八糟 要统一的平台来去放这些资料 好那再来呢 第三个就是你的隐私规范要相对建立起来 不然的话呢 这个伦理的问题会非常大 好那第四个呢 是你还是要去有意识的降低风险 例如说你要让AI做决策的话就很小心 因为要负责的 如果他是不用负责的 比较例行性 例如说资料的筛选 那个也许就可以交给AI去做 再来呢 是你要确立一个 到底在哪一个领域是需要人和机器合作的场域 你弄不清楚的话就会发生到前面问题 为做而做 不知为何而做 你要弄清楚什么场域 是适合人机合作的 那我们去推动 不适合的我们就不要硬推 这是事情的角度 然后第二个呢 就人的角度呢 一直跟我们组织革新谈得很像 第一个我们要创造动机 让高层去了解到什么叫做最新的数位科技 让中阶的管理层知道数位科技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让基层知道数位科技可以帮助他们实际工作如何解决问题 那再来呢 就是在人员的证目 和人员的培训上面呢 也要让大家有具备这个充分的智能 才能够去有效的推动 这就像是我们在谈组织管理嘛 或是像参与式预算为什么会推失败 政府说要推 问题是公务员都不晓了 什么叫参与式预算 AI一样道理 要让大家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 学会了之后你才去用 而不是我们要推就推 根本就不晓得怎么做 这是人的部分 那最后呢 就政府本身这个公共性的层面 要怎么样推动成功呢 第一个就是要用公民参与 刚刚谈到他会有这个课责问题嘛 那之后政府如果也需要运用什么AI技术的话 也许可以办这个公民参与工作坊 让民众一起进来帮政府想 可以怎么样子去结合这个AI来服务民众 公民参与要加进来整个AI应用的过程当中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用公私协力 因为民间还有很多的活力 很多的这个想法 他们对这些资讯呢 也是非常的了解 政府可以透过公私协力的方式呢 因为政府毕竟的人钱有限 事情超多啦 公私协力可以把AI在公共服务应用上面会弄得更好 要如何推动成功呢 我们再总结一次 从事情的角度 我们要问题导向 格式统一 要注意这个隐私权的问题 然后呢 适度的去降低风险 建立明确的人机合作的场域 就这个人的角度 我们要建立公务员的动机 在真目和培训上面要配合的调整 那就国共性的角度 我们要把公民参与和公私协力的概念 带到政府的AI应用上面 透过这些做法才能够有效的去让政府 在应用AI或者是把AI纳入公共服务过程当中 可以比较顺利比较成功 就回应到我们说 组织革新如何成功那边 蛮像的 大家可以去做对照一下 那最后想要请问老师的是 如果人工智慧议题出现在考题中 那会在哪一个科目考题方向会是怎样呢 好 这个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了 目前啊 各个国考台面上面的书啊 顶多谈到电子化政府 AI的部分呢 除非作者很有心啊 把这个最新的论文加进去 不然一般大家比较不会看到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目前的考题还是以电子政府为主 或电子治理 那就AI的这个议题上面呢 它是一个很新的主题 所以它有可能会进到国考 哪一科呢 所有的科目都可以应用 政治学也可以考啊 例如说AI在这个政治的关系上面啊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冲击和影响啊 各国政府如何因应啊 那行政学不用讲啊 就是电子政府在2023年 最夯的主题就叫做AI嘛 那公共政策也有啊 因为我们刚才谈到说 政策也可以让AI来辅助啦 过去大家都说 专家的专业理性 和民众的回应性 现在还多加一个AI的这个电脑智慧进来啊 所以也可以讨论啊 那公共管理呢 明年要被废科了 不用管它 如果要管它的话呢 就是在公共管理过程当中 如何应用AI 协助我们在人啊事情啊 钱的上面更加的有效去做管理 那地方政府政治也是啊 因为过去的电子参与啊 或是AI的这个讨论里面 都说 诶 地方政府因为它规模比较小 反而是这个做电子服务实验的 很好的一个场域 所以地方政府政治也可能会考啊 就是说那这个AI技术 地方政府如何去运用 强化社区 或是地方上的发展 所以哦 这个AI的主题啊 深入各个层面 政治学 行政学 公共管理 公共政策 地方政府 政治 全部都有可能 但你说哇 怎么准备呢 就把我们今天的这个影片看熟 第一个你要知道AI是什么 第二个你要知道 AI它有什么样的特征 第三个它有什么样的优点 它有什么样的缺点 以及政府如何成功的运用 这五个学起来 所有的考课怎么考 你就从这五个面向 着手去改写 就可以拿到分数了 我们谢谢高维奇老师 让同学们再度走在 时代的潮流上 要跟我们分享最新的期刊文章 以及AI与公务机关的趋势 那老师最后有什么 要再提醒大家的吗 这个AI的主题哦 是一个非常新的主题 如果是那个老课程 或是老参考书都不太会有 因为我目前还在学校 像这个AI的主题 这是为什么有这个契机 要跟大家讨论 就是因为最近有跟外国的学者 有一些交流合作啦 那这个就是跟大家讲说啦 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 如果你要听这个读稿机上课的话呢 现在AI也很棒嘛 你就买一本教科书 扫描进去 它就念给你听了嘛 那我们上课就是因为 我们有跟学界呢 我们不只是看最新的 我们是参与在学界当中 所以跟国际的这些学者 国际的期刊文献 我们都一起谈笑丰盛 可以把最新的东西呢 来跟大家做讨论做分享 让大家脑袋是活的 因为之后机器呢 开始取代人的例行性的事物了 那你要怎么样赢过机器呢 我们在声论题班一直跟大家讲呢 你脑袋要很灵活的去思考 这样就不会被机器取代掉了 最后要跟大家讲说啦 保持脑袋的灵活啦 然后呢我们这边也会提供 学界最新最酷最时尚的 这些资料呢 持续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最后呢 我就不等主持人CUE啦 我就自己讲啊 如果呢 你有兴趣知道更多的资讯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然后你有很多最新的主题 好奇到底可以怎么样 运用在公共行政的话 你就可以自己在底下留言 那我们之后呢 也会做更新的影片 来回应大家的这些好奇心 谢谢老师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